All my way 選擇何浩晨的原因 有兩點 第一個是因為他曾經是運動員 籃球的運動員 再來就是我想找一個 因為這個角色其實蠻崩壞的 他好像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但是他就是跟他經紀人搞外遇 可是我們又希望這個不是很好的男生 給觀眾一種力量 像何浩晨就是他就是很可愛啊 一個酒窩敲起來的陽光 然後講講講話 珍珠珍珠 他說那你有小雞雞嗎 我說有啊我就一掀起來 然後他們就 你們想看小雞雞嗎 欸不行喔 尤其在台灣其實棒球還是一個最 能夠激起大家民族氣氛的一個 一個運動 所以當他在記者會 對他要選擇破壞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最後選擇坦然面對的時候 他要付出的代價很大 有一種力量就是讓觀眾知道說 我是做錯事但是我坦然面對 其實在拍的時候我覺得導演很 他很細心會跟我們講解 角色的心理狀態跟他會放音樂 比如說這個時候 這樣證明是很抑鬱的狀態 他就會放一些 完全沒有歌詞的音樂 感覺就很像 你看小丑 Joker的那個電影的那種 Baby是大提琴很低沈的 很低沈的聲音這樣子 就是也很感謝導演的這個手法 讓我們進入這個狀態這樣 本來記者會的橋段是有寫好對外的講法 就是照著這個講稿念下來就好了 可是在念的過程中 他的心態突然發生了一個轉變 然後把他所有壓抑多時的秘密 都一口氣爆發出來這樣子 某方面也是情緒的宣洩 他覺得他把這些包袱所有的包袱都抖出來 他想好好面對自己新的人生 殊不知媒體朋友們還是不斷的繞在他身邊 該說的我都已經說完了 你們到底要我怎樣啊 承認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嗎 欸 這個不是故事的結局喔 我們還要得更多 就一方不可收拾啦 就有一個爆發性的場面出現這樣 但就是賣個關子 很多人的直覺是覺得 家人沒有辦法接受你的不好 個人在那個狀態他覺得 家人對他有期許 畢竟他老婆是本來是粉絲 對江振明就是投以一個仰慕的眼光 江振明不確定老婆可不可以接受他的黑暗面 也不確定他的媽媽有沒有辦法接受投手示意 而是沒有辦法繼續投棒球了 他沒有辦法把這些負面的東西很直覺的呈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階段他是一個很混沌很迷惘的江振明 但其實我覺得家人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堅強 接觸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大 你只要講出來他們都會想辦法 不一定是解決 有可能他們會覺得他可以陪你度過這段時間 家人對我而言是很溫暖的一個窩 一個港灣也好一個沙發也好 就是想到家人我就會蠻舒適自在的 奉勸大家家人是很強大的 所以好好的坦誠面對然後一起解決 不要盡量不要隱瞞 不要外遇啦 不管再怎麼樣我覺得外遇有點母湯 對感情出問題就是好好的彼此溝通交流 然後如果沒有辦法走下去 那就要離婚離婚要分手分手 不要就是這個感情放在那邊 然後你還去跟人家搞玩意這樣子 不要不要